当前东海南海形势总体稳定 希望有关国家明辨是非 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有利于增进各方互信的事 至于北约峰会 我们认为北约峰会应当关注的 是如何为欧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发挥建设性作用 而不是炒作中国话题 中方一贯反对 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出口管制 以各种借口拉拢 胁迫其他国家对华搞科技封锁 以行政手段干预企业之间的 正常经贸往来 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 冲击全球产工链的稳定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军事联系 和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立场 是一贯和明确的 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 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